侯爷 让你去查七姑娘的事 怎么样了 七姑娘的案子查清了 七姑娘并没有杀人 那乔小娘也没有死 只是 怎么了 只是 七姑娘不是罗府之女 是英国公的女儿 你说什么 昨日 英国公已敢去罗府 认下了七姑娘 如今 此事已经在京城传开了 七姑娘 跟她回英国公府了 还没有 听说 英国公认了你 而你却不愿意回去 此事 与侯爷无关吧 外面那些人 也是侯爷请过来的 你开店做生意 所授之物正好是他们所需 我只不过是牵线搭桥 让他们来选购一次 至于你与他们 是两立之事 你不必放在心上 侯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侯爷的好意我心领了 只是请侯爷以后 不要再插手我的事 妹妹 所有伤害到你的事情 我卢家却不会做 我跟你说过了 我不是妹妹 请你不要再插手我的生活 还有 前些日子 我破裏收到了许多珍珠玛瑙 我不知道是谁送的 已经送去官府了 舅舅 当年您刚从别院出来 有您的难事 七姑娘对您误会极深 何不与她解释清楚 她连自己的身份 都不肯承认 如何解释清楚 宋子云那边 还是时刻否认 七姑娘就是您 一直在找的妹妹 我知道她在撒谎 那就让这两人单独对峙 宋子云现在何处 灰侯颜 被关着还算听话 那你放她走 看她去不去找我一年 明白 这种事情急不得 要等到有一个好时机才行 进去 没事吧 我的钱的 快救下她 快救下 公子 七姑娘失踪的附近 我们都搜了个遍 如何 发现附近几个关键路口 都有皇城寺的人守着 应该是陆家学的人 陆家学的人 她可有一栋 陆家学的行踪 都没什么大动作 只是前些时日 突然从牢里 放出来一个犯人 让所有人 全力寻找陆家学的行踪 一定要找到姨宁 是 是 等了你多日 终于等到你落单了 你到底是谁 为什么要把我 都没有 不过 怎么 故人相见 认不得了 宋子云 你想要干什么 我也没想到 徐美你这个贱人 竟然还活着 不仅活得好好的 还成了英国宫的女儿 老天 可真是不长眼 当初若不是因为你 我宋家怎么可能家破人亡 若不是因为你 我怎么可能变成现在这样一副 这样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 都是因为你 当初我就想不明白 陆家学怎么会喜欢上你 这么一个乡村奴妇 所以 我背着他偷偷地找到你 告诉你 是他让我来除掉你 没想到你这个窗户竟然信了 除他 原来是你 没错 我以为只要除掉你 陆家学就会全心全意地对我 没想到他为了你这个贱人 竟然恩将仇报 不信让我整个宋家陪葬 你说错了 他不是因为我 是为了他自己 他接见你是为了权势 毁了你们家 是为了更大的权势 你说 什么 陆家学竟然也会落到今天这半点点 哪儿所爱之人竟如此瞧不上呢 好 好 好得很 你想放什么 好 既然他这么喜欢你 把你看到和他的眼珠子似的 那我只能让他再痛一次了 不让死 怎么样 现在你还要杀我 是吗 宋子云 好自为之吧 我会让人把你送回去 找个人好好过下半辈子 该放下了 妹妹 没事吧 你终于承认 自己是没面了 妹妹 你放开我 你放开我 被伤着你吧 宋子云胆大抱天 当年背着我害你 如今又要顾忌重施 真是可恶至极 不过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以后这种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妹妹 既然你已经知道 当初是一场误会 那你能不能 重新回到我的身边 宋子云之所以出现 就是你安排的吧 要不然 你也不会这么及时出现 是 我只是 想让他说清楚 我们之间的事情 当我知道 跳下悬崖的那个人 是你的时候 我回不当初 若家雪 要不是你接去宋甲 他怎么会来害我 我知道你还怨我 可是我当年 真的比无选择 如今 你已经知道真相了 却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原谅我吗 有利可图皆可用 无利可图皆可杀 你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 不择手段 是要付出代价的 你为了得到权势地位 就会有相应的失去 可是我对你 从未作家 你难道忘了 我们当年 相识的岁月吗 就是因为忘不了 才觉得可怕 就是因为忘不了 之前我一直倾心相对的人 竟然为了权势地位 屡次让我陷入险境 如今为了让我承认身份 又涉择要害我 你难道 妹妹 我从未埋身求人过 更不会让你出危险的 这一切是对事错事真是假 都已经不重要了 我们始终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停车 你干什么 陆侯 陆佳学 难道 侯爷要在这里强强名女不成 虎爷 停车 三哥 你放开我 侯爷 我来接涉妹回家 凡请放人 三哥 罗四镇的消息倒是灵通啊 不过 你这个小小的大理寺政 也敢拦本侯爷的车 我为着官府 一人一马 白衣身份来接自己的舍妹 有何不可 要是我不放呢 那我只能告知英国公 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消息 手下的铁骑 定会将你的侯府 围个水泄不通 到时候 大家的面子上都不好过 三哥 你都不能给你 妹妹 这件事情早就过去了 你也放过你自己吧 三哥 我们走 驾 你真的没事啊 陆家学到底想做什么呀 他不过是借宋紫云 逼我承认自己就是须美 宋紫云 宋云山的孙女 没错 不管怎么样 我和他都是陌路人 不会因为他而改变心意